我們平時在辦公室工作 小小子面一定要做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對面一定會有一個PowerPoint 去支援你說的東西 但做PowerPoint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經常都用很多時間去收拾不同的資料 完全是阻礙我上班的口號 但其實這件事經濟價值是非常大的 可以很有系統地把大量的資訊放在幾頁子裡面 絕對是幫到我們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談生意 你都需要有一個爹 告訴別人有什麼重要的資訊 有什麼可以很吸睛 令他們留下來繼續聽你說的 所以絕對是不能避免不用的 正因為它又麻煩 但是又很有價值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都會請一些人 專門去幫他們弄好PowerPoint 但不是人人都懂得很快地做一些很漂亮的設計 跟同事合作 每個人用的自體大實全部都不一樣 你做一頁我做一頁 把很多不同的資料 砌在同一個PowerPoint裡面 那些東西全部都亂了 在臨前浪費很多時間去整齊一點 就算你不是一個銷子 也有很多機會需要做PowerPoint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用AI去幫我們 把這些設計的元素 丟給AI做 我們就專注在怎樣找多些客人 正因為我自己都嘗試搭出我的 去做一個Freelancer 我就開始找有什麼Freelancer 就看到Upwork這個很大的Freelancer網站 其實每天都會有Job Posting 去請人做漂亮一個Presentation 那我就想 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又快又漂亮 那我就看到很多大的YouTube平台 都有介紹過這個Gamma App 在這些影片裡面 通常介紹這個Gamma App 都是直接用AI Prompting 去做整個Presentation出來的 做出來的效果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但是現實當中 是不可能完全貼合到我們上班的需要 因為我們上班正常都是要說回我們需要的Data 實質上事件上發生的事情 那AI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很難直接套用這些影片 在我自己的scenario裡面 但是我都繼續試一下 那我就找到一個位置 原來用這個Gamma App 可以把我自己Mitting Notes的資料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用AI生成一些PowerPoint 裡面用回所有我Input的資料 這樣出來的效果就真的用得著了 接下來我會手把手地教你 如何用Gamma App這個AI Tools 去幫你將你需要的資訊 生成一個又吸收又有用的Presentation 說明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教學 看完這條影片 你還可以在下面留言區那裡拿一個PDF 然後那個PDF逐個制錦你都很快可以上手 好啦 那正常上班呢 老闆都不會讓你亂天馬行空地做一個Presentation 正常來說呢 你應該和你的同事一起坐下來開會 你會談一下接下來的Presentation應該要做些什麼 每人就負責他們的部分 大家都應該會有一個大綱 在這個前題下呢 你的大綱就變成了寫在一個Work document裡面 在這個Work document裡面呢 你就會寫下每一頁需要用的資訊 例如一開始就是你的Opening Agenda 然後Financial update 有什麼做得好有什麼做得不好 有什麼action point 那這些information呢就要靠你啦 或者你都可以再用CheckGBT 或者其他AI Tools 幫你整理好一些字 那這個呢就會是我們放進Gatma App裡面 去幫我們生成一個有資訊性的Presentation 準備好這個Document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入Gatma App 這個網站的連結我已經放在Description下面的了 你跟著按就可以了 第一次用就申請一個Account 如果你有Google Email 你就這樣選你的Email 就可以開一個Account的了 Gatma App有幾個不同的Payment Structure 你當然就用免費的Structure來試了先啦 它免費的Structure都已經包了你最需要用的Tools 亦都會幫你自動生成需要的圖片風格 以及可以幫你生成十頁的Slide 那你按了進來之後呢 就會出了這個版面 然後你就按Create New Create New裡面有三個不同的選項 第一個就是Paste in Text Paste in Text就是我們接下來會用的選項 除此之外啦 平時你看其他YouTube頻道介紹 都通常用Generate Generate呢 如果你本身對AI Prompting已經是高手的話 你可以用Prompting去設計你這個Presentation 第三個選項呢 就是Import File or URL 那這件事呢 就是如果你想叫AI幫你 在一個網站轉化它成為一個PowerPoint 這個就最適合了 那我們就選Paste in Text Paste in Text Paste in Text就再把之前開完會 會在一個Web document打了的資料貼上去 對齊所有東西之後呢 你就按Continue就去下一版了 到了下一頁呢 就是一個Prompting Editor 就是你去告訴AI你需要些什麼 那左邊啦 我通常呢 就是Keep Text context 在Generate 然後Amount of Text呢 我通常都是選Brief的 因為我自己就很少把很大段文字 放在每一張PowerPoint裡面 那下面這個位呢 就是要寫回你現在這個PowerPoint 是需要做給什麼人看的 這裡它就已經看完我的內容 生成了 是給Investor and Stakeholder in Clean Beauty Brand 那我覺得都貼切 我就不需要改了 那Tone呢 如果它幫你生成文字的時候呢 它就會用這個Tone去選擇它的字眼 因為它都看得出啦 我是做一個在公司裡面用的Presentation 那它都會選Professional Data Driven和Optimistic 那全部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你是想改的話呢 你就要在這個位置改啦 然後中間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控制每一個Slide裡面有些什麼資料 那我就會按Card by Card Card by Card呢 一開始它會所有東西收拾在同一頁的 上面就按Yes flip for me 那它就會讀你的字 現在它將你分頁的了 很快它就已經把它分好了 那你就看看有沒有些東西它是做錯了 那如果它有東西做錯呢 你就可以在這裡裡面改的 譬如如果你需要在中間裡面加多一頁 那你可以按加好 它就會生成新的頁給你 那你就可以再copy and paste 將資料搬來搬去 那我不需要啦 所以我旁邊就按Delete Card 那看上去都沒什麼問題啦 那我們就可以去生成這個presentation啦 那如果你是一個新的帳戶 你會有400個credit的 那因為我這個帳戶已經用了很多次啦 所以我就只剩90個credit而已 但是呢其實都已經夠用啦 因為這一次的job 只需要40個credit就可以了 那我照去啦 那一到下一版它就是給我們呢 去選我們需要的主題 那我就想選擇Colorful啦 那我就覺得啊好像都不是很貼切啊 我是一個Clean Beauty的brand 那我的brand的主題顏色是綠色 那我就在上面這裡打個Green 那它就會找到綠色的主題目選項給我啦 那我就按下去看看哪一樣適合我一點啦 那我覺得這個有個拍的是比較漂亮的 那我就選這個啦 然後就在上面這裡按Generate 那現在呢鏡頭就看到了 它會自動幫我們生成 那AI就會在這裡走 你就會看到它在幫你做的 好了話口未完呢 它就已經完成了生成的部分了 那它AI做完東西之後呢 就會是這樣的樣子 因為我們的Prompt裡面 包含了很多我們的公司的資料 那所以它設計出來的風格呢 也是比較貼切我們的需要 那就比較容易去做Editing了 那第一樣東西啦 就是旁邊這條Sidebar Sidebar就好像平時Powerpoint 這樣就告訴我們 一按就去回相對的頁面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View 旁邊有List View 那就是比較細格的 如果你是Paid Version 有很多版的話 可能你就用這個View會容易些 但是Free Version來說 最多都是實驗的話呢 我就prefer用回 好像有個Thumbnail 這樣容易些給我看到 然後第一版 它幫我生成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給我一幅相 那我就覺得差一點的 那我就想自己加回一幅相 它這個位呢 如果它是有這個Icon 你就要按一下它 才給你加回一幅相 那加相的部分 你是可以AI生成福相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 懂得用這些咒語的話 你可以自己打 但是正常來說 公司開會 應該會用回自己公司的相 那我就用回我們自己準備了的相 然後旁邊呢 它幫我們選了一些字眼 但是我覺得不對的 那現在已經是2025年 那所以我就按進來 直接在上面改就可以了 然後下面這一句呢 它也是讀取了我們文字 帶進去的部分 來生成出來的 那如果你覺得不對的 你可以直接改吧 那可能我想改短一點 在這裡刪除了它 好了 還有我覺得 透一版我想它突出一點 我可以試完它這個 Fullblit Card這個功能 它就會大版一點 你還可以改它的顏色 我想改深色一點 看下去就會更加突出了 那到下一版 它都完全參照了我 裡面這裡寫了的Agenda 就出了這一部分給我 亦都幫我找了一張 我也覺得挺貼切的一張照片 那這裡我就覺得 我沒有什麼需要改動了 好 去到第三頁了 它就是參照了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Financial Performance 但是旁邊呢 它就沒有找到適用的照片給我 那我就試一下用AI Prompting 去生成一幅我覺得 可以支撐到這個Slide的照片 那我今天打的所有Prompting 都會在我的PDF裡面 會找到 你可以照抄的 OK 現在AI幫我生成了這張照片 我覺得都挺適用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繼續打新的Prompting下去 它會再轉 那如果你想看之前的照片 去比較一下 你可以上面這裡 Original去按 我本身是沒有照片 所以就空白了 那Suggestion 就是它出的Suggestion 就根據你的AI Prompting 出的Suggestion 那我覺得都挺貼切 我就按Done Editing這個按鈕 OK 旁邊呢 我就發現 啊原來我打漏了一個Point 那很容易呢 你就在旁邊按這個Add Item 你就可以加回你想帶的字眼了 例如我做了一個Promotion很厲害的 Winning ROI 上面在400%的ROI 做了兩萬美金生意 這樣一看下去 也是平衡一點 有四個Point 好了 到下一版 就是想說一下 我們的Success Story 做些東西出來有多厲害 其實它已經很貼切地 將那些key points highlight了 但是我可能是想改一下它的文字風格 我想它寫得詳盡一點 那我們又看看 又是按Edit with AI 基本上所有Writing都是AI幫你去做的 裡面有不同的option 如果你本身是需要它幫你寫 你可以打下去 或者fix spelling translation make longer 即是長一點 shorter 簡化你的語言 或者是更加講重點 那這些呢 就需要額外扣五個credit 我們可能試一下 要它幫我們講得詳盡一點 嘩 真的非常之詳盡 我覺得正常PowerPoint來說 這個真的太長了 那我就想再改多一次 那我今次就選be more specific 看看它又如何改用 這個差一點 或者make it shorter 看看今次它又如何改我 好像這個又比較貼切 那我就保持著這一段文字 下一個point就想說 我這個生意有什麼難處 需要去overcome 我裡面舉的例子就是Inventory Challenge 但是它給了這個圖 我就覺得不太合用 所以我就想change它的layout 按旁邊這個按鈕 上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layout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相片叫Pyramid Bullet Point Text Box Image with Text 還有Arrow 上面這些按鈕 你都可以隨時轉一些 你自己本身用的按鈕 或者叫它再生成一個新的給你 那你可能就選這個Arrow的layout 好了 再看看其他部分 覺得都沒有什麼需要改動的話 我就覺得還差點東西 就是差個closing closing正常開會不會特地說的 其實AI可以幫你做出來的 在後面就按Add a Blank Card 然後直接跟AI要去做 就Add it with AI 裡面就打 Generate an engaging ending page for this presentation and invite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their survey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其實很多時候上班都會這樣叫別人 去給多些feedback 然後自動它就會生成一個圖給我 它還懂得給我一個QR code 當然它的QR code 就不是真的可以用的QR code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改的 按這個Code 它就有照片 所以裡面是Edit Image 那QR code這個東西 你就要分開自己去準備 因為應該就是linked to你做那個survey 你生成一個QR code 所以我這裡就按 Image Upload 這樣一個很完整的Ending Page 就這樣就生成了 做完之後 你當然下一步就是需要 share或者下載這個presentation 所以你移到版面最上面 share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有幾個不同的選項 第一就是collaborate 如果你的團隊都懂得用這個AI tools 你們可以一起做editing 你這裡打回他的email 給他一個對的access 可能是full access edit 或是comment view這些access 他就可以跟著連結 進到你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需要出開會的invite 把這個presentation 放進去的話 你就按share 他就會出這個連結給你 你copy link 就可以用到這個mitting invite裡面 但是如果你是想 不要讓人知道你是用AI 你想下載下來 用平時pdf 或者powerpoint format 你就按export 這次我就用回我們最普遍office會用的powerpoint 因為這個是free version 所以他也是會有水印的 但是就算是很外眼 在旁邊會寫回是gamma app generate 但是我覺得也不算是很大的logo 好 出回來powerpoint這裡 你可以再看多次自己還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去做改動呢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幫你用了 還有假若你出來看見一些graph的部分 處理得不夠精準的話 你也可以用microsoft的excel 它也有co-pilot的AI 幫你整理好 這個部分就要自己調節一下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用gamma app 去做presentation 回到前面的頁 按present這個按鍵 就算是街上也好 直接按這個按鍵來做present 在這裡做present的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有少許的automation 按下去自己的東西會飄出來 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好了 就說present的部分 我就覺得gamma app這個present是非常值得用的 因為它free version裡面已經包了400個credit 你剛剛也看到了 其實每一次產生一個powerpoint 都是只需要40個credit 即是包你玩10次 還有裡面也有些 basic的AI image generation 我覺得如果你懂得打Proms的話 都可以做一些精準的圖出來 但是就會有一個水印了 當然啦 如果你這個powerpoint是需要做得更加長 或者你真的更加精美 多一些AI effect 和多一些業數的話 那你就需要付錢了 做路當然不是不支持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在留言區裡面寫下 這些問題我可以幫你解決的話 我都會盡快回覆你 想看看為什麼我會由一個fulltime mom 變成一個freelancer的話 可以按這條片看看 歡迎你comment like and share 我們下次見 拜拜